出工媽媽一早就開始炒菜準備學校營養午餐 不過在炒菜前要先做一件事 滴入肉汁的萊克多巴胺快篩片出現兩條紫紅色條帶出現代表是陰性反應 滴入肉汁的萊克多巴胺快篩片出現兩條紫紅色條帶證明是陰性 為了確保營養午餐使用的豬肉安全 金融市政府除了要求全面使用國產豬 學校方面更定期使用快篩片檢測 讓學校私生安心使用 而對於萊豬開放進口引發的爭議 金融市長牛昌呼籲各界應該以理性科學態度討論 不要犯政治化 地方政府的責任則是做好把關工作 他也要求中央在經費及人力上能全力支持 在現在他已經符合了一個國際的規範跟要求標準 科學的一個證據跟容許量已經出來了 所以在這個貿易的這樣子的一個架構下面 我們是不是還要去這個要求 這個零檢出或者是完全不進口 我想這個值得大家去討論 那至於立法院現在24號要進行表決 我想就尊重立法院最後的一個決定 那當然 站在地方政府的一個立場 我們希望中央也能夠給更多的一個人力 給更多的一個經費 讓我們能夠去把所有的包括計查跟我們所有的一個工作 能夠把它做好 那當然站在市場的一個角度 我們也在日前 就是包括衛生局他們需要的計查人員的能力 還有包括相關的一個經費 我們都會盡我們的能力來做支持 那裁發處也已經在幾個禮拜前 已經巡視所有的賣場 然後要求相關的標章跟標示 就是需要能夠資訊充分的一個揭露 讓民眾能夠這個清楚 然後去做安全的一個採購 據了解 金融市共有15個共有市場 才會發展出方面 除了要求攤商標示豬肉來源 明年元月起也將協助業者申請農委會國產豬標章 讓消費者安心購買 記者張祈騰 金融報導